第四十题 维生以干电池、伏特机及安培剂 测量电阻器的电阻如右图所示 则下类叙述何者正确 首先我们知道伏特机跟安培剂的使用中要正确连接 伏特机要并连 安培剂要串连 那么要正接正、负接负 电池的这个有凸出来的地方叫正端 这边叫做负端 所以呢我们的这边的甲要接的是负 也要接的是正 丙要接的是负 丁要接的是正 所以呢它A选项说正负端 跟这两个要分别接在甲乙丙丁上面 这个是错的 它应该是负端接在甲 然后呢乙是正端 丙是负端 丁是正端 那么这个它的叙述是错的 那么再来我们测量的结果如果像这个图所示 那这边呢是六伏特 这边呢是两安培 根据V等于IR 我们有六伏特 两安培 那么电阻值就应该是所谓的三欧姆 所以B选项说 显示这样的电位差跟电流 它的电阻值是九欧姆 也是错的 那么再来 我们这里看到这里边是有两个电池 两个电池提供了六伏特 所以一个电池提供的是三伏特的电压 所以C说每个电的电池提供的是一伏特 也是错的 接着它说如果我们改变电压 那么伏特计是九伏特的时候 那么电流会多少 这个是欧姆定律 电压跟电流会成正比 我们看到六伏特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两安培 也就是三伏特呢会对应到一安培 那么九伏特三倍所以会对应到三安培 所以诸说会流进的电流变成三安培是对的 所以第四十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诸 以之电阻器为金属导体 也就是所谓的电阻为定值 遵守欧姆定律 若改变电压 当伏特计读数为九伏特时 则流进电阻器的电流为三安培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